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家里头有小孩没有经过父母亲或者是车主同意把车子开出去 如果万一发生交通事故的话 保险公司到底应该怎么理赔 刚副主委有提到说 如果说叔叔知道 确实知道 阿明他是没有驾照的 叔叔就不用负连带责任 您刚刚是这样讲的是吧 叔叔确实不知道 不知道他有没有驾照 反过来来讲 保险公司怎么会知道叔叔知不知道他有没有驾照 或者有没有一些违规的行为 其实这个是局正上的问题 因为从刚刚这个案例来看的话 基本上这个小明的叔叔 他并不是这个交通事故的当事人 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有群钱的问题 可是我们在另外在明法上有规定 你如果违反保护他人的法令 那也就是说像叔叔在借车子给小明的时候 明明知道他没有驾照 或者说叔叔借车给小明的时候 发现小明有喝酒 讲话已经已无伦次 满脸通红了 这种情况下你还借他车子使用 那就是违反保护他的法令 这种情况下如果小明开车出去 那小明就要付年代赔偿责任 只是说这个过程你很难去急证 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假设是小明开车 可是我们也常常看到 所以有人开车出去的时候是小明没错 但是路上小明可能就换给他的朋友开 这也是常看到的 那换给朋友开的时候 这个朋友理所当然应该就是没有经过 叔叔同意的 可以这样推论吗 所以如果他中间换手 是在换手的新的驾驶人 开车过程当中造势 或者说造成他车上人员的伤亡 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会不会理赔 强制险跟任性会不会理赔 这个就又回归到刚刚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那像这种状况的话 他途中又借他其他的有人开 这个叔叔是绝对不知道 除非说他有先打电话 有先保被认可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 有没有这个过程 那我们假设 假设他叔叔是不知道 小明又借他的朋友开 那像这种状况的话 小明的这部车的保险公司 基本上如果说他们发生事故 我们假设两部车 小明的车跟另外的车 发生碰撞 两部车的人都有受伤的情况 那这部车的保险 强制险是不能几户 那就是刚刚我们副主委讲的 强保法的第40条 因为你使用这个被保险汽车 它的使用管理是没有经过 被保险人同意的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驾驶人跟车上的乘客 就一定要找对方的车的 这个强制险来理赔 那对方那部车 如果驾驶人或者乘客 如果说也有伤亡的话 这部车的强制保险是不能几户 他那部车要去找特别补偿基金 来请求这个补偿 那补偿基金在依据 你如果没有保险 或者是你驾驶人有过失 在依他的过失的比例 来做追偿 因为我们刚刚在讨论都是 开车的人是谁 那副主任你是帮我们做个总结 就是让我们关注了解说 强制险的时候是怎么规定 任意险的时候怎么规定 那驾驶人的部分 怎么样可以强制险 强制险的部分 谁开车可以赔 其实在强制险 你所谓的谁开车 应该是说谁开车可以获得 他可以来申请强制险的这个部分 那在强制险并没有特别的规定 说怎么样的情况不赔 刚刚我讲到了 受害人只要不是那故意行为 或从事犯罪行为 受害人都可以获得到保障 都可以理赔 强制险的部分 他来申请理赔之后 不会再被追偿的 那就是要排除掉 第29条 强制险包法第29条 以及强包法第40条的 第一项第三款这个 就是那五种原因 还有未经被保险人许可使用 管理被保险汽车 只要是不是这六项的话 驾驶人都不会 应该都可以获得到 强制保险的保障 申请理赔之后 不会再被追传 强制险大概是这样子 那任意险的部分 只要是第三人意外险的时候 只要是讲比较简单一句话 大概就是 只要是经过列明被保险人的许可 可以去使用或管理被保险汽车的话 那这一个人就应该 就不会分他是不是直系解军 或者是阴亲 或者是同期驾驶 就不用去考虑这个 只要是经过列明被保险人许可使用的话 那这个驾驶人就可以去使用这台汽车 但是假如有刚刚我们讲到的那几种状况 他假如酒驾 或者是无照驾驶等等 那这样子任意险还是不可以 没办法来理赔的 所以强制险跟任意险 强制险是陪完保险公司 理赔完之后会来追传 那任意险的部分是不予赔偿 所以从受害人的角度来讲 如果是强制险 不管怎样 他几乎都是可以得到理赔的 受害人 只要不是单一事故的那个驾驶人 受害人只要不是故意行为 故意冲出来让车子撞 或者是从事犯罪行为 受害人只要是在交通事故里面发生的 受害人都可以来获得理赔 那单一事故的驾驶人 我们就没办法称他是受害人 因为他是驾驶人 他是驾驶人 他是驾驶人 那驾驶人在单一事故里面 因为单一交通事故是保障乘客 以及车外的第三人 那驾驶人他不是交通事故里面 保障了这个单一事故的范围 所以单一事故的驾驶人 是没办法获得理赔的 好 那我们两位在实务上 大概很难遇到说 一个事故发生以后 没有办法确认 当时是谁在开车的 对不对 可是在上个月呢 我们就看到有个很奇怪的判决 我想大部分人听到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一个阳明海运的两位主管 他们在高雄开车 撞到一个在民航局上班的年轻人 结果这个年轻人呢 七年前被撞之后 就到现在为止一直都瘫痪 那他的妈妈一直 一直从地院一直到高院上诉 最后是判决妈妈是败诉的 原因可能很难理解 就是法官没有办法分辨 当时开车的人到底是谁 车上有一个协理 一个乡理 没有办法分辨 两个都说不是我 结果呢 就造成这个妈妈 一直都没有办法得到理赔 那我们现在就 从这件事情来看一下 如果是在强制险 或者在任意险 这个家庭 能不能够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 或者保险公司怎么样去分辨 真正的价值人到底是谁 如果两位是法官 能不能有什么好的方法 搞不好我们今天讨论一下 可能帮助他们能够 再找一点证据来证明说 到底是哪一位 我先说明强制险的保险理赔的部分 那如果照这个 因为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那这个案例当然也经过 检调的调查 然后他的调查的结果 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们是很难自评 那其实这个在实物上 我们机车也曾经发生过这个案例 那我们也曾经 就是机车 刚刚主持人您提到了 他后座载了一个乘客 那去撞这个电线杆 那因为撞击力很大 所以机车的骑士 跟后座的乘客都飞出去死亡了 那因为又没有目击者 没有目击证人 所以警方到现场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去分辨 谁是这个驾驶人 谁是乘客 那因为强制险 这个理赔是差别很大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强保法的第13条规定是 强保法它所称的这个交通事故 是使用管理汽车 自这个乘客或者车外第三人 乘客伤亡或者是车外第三人伤亡才有理赔嘛 那所以像这种撞电线杆 骑士是强制保险是不理赔 那这个事故又没有办法去分辨 谁是骑士 谁是后座的乘客 那强制保险还是要赔 因为我们强制保险的第35条 我们有规定 它有一个暂时性给互 就是我保险公司 没有办法去确认谁是驾驶人 谁是乘客的时候 那我们的死亡 一个人最高是200万的保额 那我保险公司 我可以先针对这两个死亡的家属 就请求全能 我们可以先各给互100万 那等到日后 那个调查报告出来 可以确认谁是后座的乘客的时候 那保险公司就要另外再 在那个补这个赔偿100万 给这个后座乘客的这个家属 那那个另外就是 要针对这个驾驶人 要请求他返还这个100万的 这个保险金 这个是机车 我们碰过实物上真正的案例 那您刚刚提到这个案子 基本上因为可以确认 就是这部车造势 只是经过检调 调查结构 还是没有办法确认谁是驾驶人 那强制保险200万还是要先给付 那在第三人责任险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任意显示 依法受有这个赔偿请求的时候 这个保险公司才会给付这个保险金 那在这个事故 因为不晓得谁是驾驶人 所以基本上 这个也没有人有办法提出这个理赔申请 那这个案例其实责任险的部分 保险公司不是不赔 他只是先暂时先停滞在这里 就是要等日后持续在调查 确认谁是驾驶人 然后来提出里面申请 任意显示还是要 要几乎这个保险金 好 那我们休息会呢 再继续从这个个案来看一下 我们的保险 到底应该能够怎么样帮助一个家庭 休息会 离开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